我们依照老法师的教导 以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 每天天经四小时 这样的方法来学习 但与家中自修 缺乏到寺院共修的外缘 能否自在往生 念佛求生净土 最重要的外缘 就是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家里面修行比在寺院还殊胜 如果寺院里面没有这样好的住院 没有这个真正好的念佛堂 如理如法的护持 在外面人多 古人讲的话 还是有道理 知识多时烦恼多 设人多处是非多 人多了就有是非 反而不能成就 所以自古以来 这个真正成就的人 你看多半是闭关 它跟外缘完全断去 你从这里想想你就知道 互关的人很尽心 很负责任 能把外缘都给你堵住 让你的修行心理 这个环境很清净 一天能够听经四个小时 念佛十二个小时 这是一般最少的 那么当然最好呢 念佛的不能中断 才真正能达到自在往事 那么最近 这个深圳黄军寺的历子 非常值得参考 他是闭关 直语 三年 三年不说话 每一天读 我不知道他是 至少是读 两部无量寿经 他也不听 他就是读经 早晨读一步 晚上读一步 佛号不中断 所以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再念 他不跟别人讲话 别人也不会跟他讲话 所以他心是定的 那么闭关三年呢 他是两年十个月 还有两个月就圆满了 他就欲知识之 就往生了 那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试验 就是 进中发门 念佛求往生 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非常认真的来干 果然 三年成功 所以这个自己啊 有决心 最重要的是 你要放得下 你还有牵肠挂肚 放不下的 这就不行了 你三十年 也没办法往生 真放下 彻底放下 那么你的家庭眷属 对你要了解 不会干扰你了 这个才重要 如果家庭眷属 常常来干扰你 你已经 你麻烦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 寺院跟家庭都不一定 主要就是 这个环境 家里环境好 家里那么 这个寺院有这个好的环境 也是很好的作用 也是很好的作用 谢谢大家